在当时一只要价15万台币的科尔鸭 而近年来因为市场的喜爱 开始有人大量的繁殖科尔鸭 因此价格下降也亲民了许多 大家好欢迎回到太神奇的杰克 我是鹰鹉小木Jac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小小只 白白的胖胖的嘴巴短短的鸭子呢 这种鸭子啊在这几年来 在台湾的宠物界也是相当的热门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家这么喜欢这种鸭子呢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 有着像棉花糖般软绵绵的身体 人气小鸭 科尔鸭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咯 科尔鸭又名小叫鸭 英文名字叫做Kodak 也因为它的英文名称 有些人会叫它可达鸭 它们是原产于荷兰的一种加鸭种类 一只供的科尔鸭重量大约在570克到680克左右 有些人也会形容一只科尔鸭的重量 就像是一个宝特瓶一样重 体型方面母鸭则是会比供鸭稍微小了一点 因为这种鸭子它的叫声和其他的鸭类有差别 所以科尔鸭在过去主要是被用于猎人捕猎野鸭之用 它们会让科尔鸭鸭叫 这样子就能够吸引更多的野鸭靠近 猎人在趁机捕猎野鸭 但是现今大多都是用于观想类宠物使用 而科尔鸭在现今的饲养环境当中 如果是住在住宅区大楼的人 往往都会选择养工的科尔鸭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科尔鸭它的叫声供的不如母的红亮 非常适合喜欢安静生活的四族 科尔鸭它们的外形相当的淘气 也因为外形娇小可爱不会讲得太大 近年来成为了宠物界的网红 它们的眼珠为黑色或深棕色 嘴会非常短 有些人也会说一只正统科尔鸭 嘴会的长度必须少于3公分 最常见的外形颜色为白色 但是也有灰色银色蓝色蜻色等等颜色 有些人也会说是奶茶色 主要是因为考古学家验证科尔鸭的祖先 为绿头鸭和斑嘴鸭 它们的精英当中有许多色彩的可能 并且也因为科尔鸭是它们的亲戚 也属于迁徙性的鸭群 是能够飞行蛮强一段距离的哦 所以如果你有养科尔鸭 千万不要忽略它们的飞行能力了 可爱的科尔鸭智商其实也不低哦 它们比普通家养的家鸭智商还高 听得懂自己的名字 主人呼叫科尔鸭名字的时候 能够很快的做出反应 并且还会显得非常的兴奋 甚至会在主人身边转来转去 它们待会在六个月的时候成年 寿命待会多在四年到十二年左右 成年并且新成熟之后 极有繁殖的能力 它们的习性并不跟鹦鹉一样 属于一夫一妻子 每年的春季发行期 它们都会重新寻找它们的伴侣 并且进行交配繁殖 通常它们最多能够产8到12颗蛋 产下的蛋很小 颜色有米白色 淡蓝色 青绿色等等 孵化则会等到26到27天的时间 并且如果是人工孵化的话 也要相当的注意 它们的温度必须控制在37到38度之间 湿度大概是落在70%左右 刚出生的小鸭 也是很需要温暖的环境的 前两个月需要特别留意它们的保温 并且在人工的饲养环境当中 给予保温灯维持温度 而等到8个月的时候 它们就会变成成鸭啦 外型也不会再变大了 大小就像是面纸盒 可以被一手捧着 相当乖巧 相当可爱 在科尔鸭的饲养 照顾生活上面 其实成本并不是很高 它们的饮食和其他一般常见的鸭子差不多 而鸭子在生活当中 最需要的不外乎就是水 除了维持生命所需之外 科尔鸭也相当喜欢玩水哦 它们就像是拥有羽毛的鱼一样 在陆地上走路摇摇晃晃呆萌呆萌的 但是到了水池当中就能够摇身一变水中蛟龙哦 再搭配着阳光的摄取可以避免软脚 科尔鸭没有足够的盖子摄取也会生出染鸽蛋等等问题 而且有趣的是 它们的眼睛有特殊构造叫做顺魔 在水中就像是挖精一样 能够帮助它们在水里看得很清楚并且自由穿梭 此外它们大大的鸭也是一样 能够帮助它们在滑水时更加的顺畅有力 而它们的鸭除了对于它们的游泳相当重要之外 在照顾上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部分 科尔鸭其实是不建议长期在坚硬的地面上行走的 长期生长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很容易造成它们罹患青长炎的风险 髋关节退化等等疾病都会早上门 家里如果没有柔软的草坪 也可以准备电料或者是巧拼等等柔软的材质 提供科尔鸭站立还有行走哦 饮食上科尔鸭属于杂食性 除了蔬果之外 虾啊鱼啊虫啊都会成为它们的饲料 或者是食物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也因为它们跟鹦鹉不太一样的一个店 因为它们的食性吃的比较多动物性的蛋白质成分 所以说它的分辨当中会有氨的这个成分 导致它的便便味道会比较重 需要经常清洗还有更换电料 而科尔鸭在近年来价格亲密了许多 科尔鸭之所以会红遍大江南北 除了可爱之外 2019年商人王思聪在instagram上面 po了一张他饲养科尔鸭的照片 科尔鸭因此在中国大陆走红 并且引起大众的关注 在当时一只要价15万台币的科尔鸭 而近年来因为市场的喜爱 开始有人大量的繁殖科尔鸭 因此价格下降也亲密了许多哦 今天我们介绍的科尔鸭这种受到大众喜爱的软萌生物 科尔鸭外表无害可爱并且饲养成本低 因此不少人一窝蜂的开始饲养作为宠物 不过鸭子的分辨跟其他宠物比起来味道更重 也不容易控制范围 也发生了许多弃养的案例 所以说在饲养任何宠物之前 务必做足功课 不弃养才是对这些可爱动物们的责任性哦 今天影片差不多介绍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别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出过我们的最新影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我是泰神奇的杰克 鸣小木屋Jack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 晚安拜拜 如果您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